好了各位小朋友们 我是马同学 听说了 阿瑟文学已经取代 《蜜雪冰城》主题曲席卷互联网了 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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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一块肉 来 听懂了的 赶紧在弹幕上接头按号 如果你到这儿还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不懂弹幕上为啥有人已经笑到停不下来 那今天 马同学就带大家把阿瑟文学这一课给补上 注意了 优秀学者都选择全文备收 阿瑟文学的主人公是知名导演陈凯歌和知名演员陈洪的小儿子 非著名喜剧人陈飞宇 之所以叫阿瑟文学而不是飞语文学 因为他的英文是 author 谐音阿瑟儿 创作者是陈凯歌 故事诞生地是一档古早真人秀 熟悉的味道 在这个播出时毫无水花 若干年后却被大家翻出来的精华片段里 陈凯歌和陈洪对坐吃饭 围绕着眼前的食物展开了深刻的讨论 一点肉梦就不算是 但是当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 他们是风味绝佳的美食 你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爆米花 那么小小的一粒玉米 它是小小的能逢出这么大一朵花来 我觉得他是有巨大能量的 此时网友be like 散文环节告一段落 陈凯歌终于记起墙角的陈飞宇 他不经意又深沉地说 阿瑟儿请坐 陈洪紧接着温柔地喊 阿瑟儿 一代互联网名剧就此诞生 在一番客套之下 镜头一转给了陈飞宇一个特写 竟然是半跪在地上的 紧接着 在一片和和美美中 导引用托尔斯泰名言总结道 很难准确地描述出 大家看到这段场景时的巨大冲击 这哪里是一家三口吃饭 这是双方会谈夹一个中间人呢 更抓瓦的是 在这档综艺原本的设定里 嘉宾要为最想感恩的人做一道美食 轮到陈凯歌和陈洪了 抛去彭任 陈凯歌的惊喜就是 把国外的陈飞宇给叫回来 叫回来之后也没啥大用 甚至在陈凯歌对陈洪告白三连时 被晾在屋外 一直到两个人最终动筷子的时候 才悄然出现 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段 精华版阿瑟文学 由于太过洗脑 许多朋友看过一遍之后 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循环 肉末 爆米花 阿瑟请坐 于是更是诞生了一批阿瑟衍生文学 甚至和晚学联动 发出了Let's issue的感慨 当然了 作为一路见证的陈飞宇长大的 互联网网友 对于陈凯歌一家 其实是足够包容的 毕竟陈岛热爱艺术 热爱诗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江湖早就流传着他的诗人的名声 当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意竞标 陈凯歌单枪匹马赴诗一首 结果最后夺得彩头的是穿一身红的张艺谋 平常上节目 不论是上综艺还是严肃访谈 成语那是随口就来 更是把诗意带入生活 将生活过成戏剧 心力总裁上节目说过 陈凯歌陈红两夫妻逛街 那就是把逆味写在脸上啊 对于小儿子陈飞宇 他们的画风更是相当的同步 在陈红的小作文里 陈飞宇是上帝最好的礼物 看到他的眼睛 心都要碎了 陈凯歌的心里 陈飞宇最动人的也是这双眼睛 小的时候有一点温婉如玉的意思 最像的还是眼睛里边的单纯和干净吧 在这种风格里成长起来的陈飞宇 打小就在互联网发表知名言论 心情很relax 神情很enjoy 只要复出就有回报 复出的复还打错了 可能孩子打小确实不太聪明 所以早早知道了这些的网友们 对阿瑟文学这个事不意外 原来是艺术家啊 但多年前一个没有水花的片段 如今却一夜刷屏 讨论度直逼名学 背后则是网友们悄悄转变的态度 这转变首先就是因为陈飞宇 顶着新二代的光环 当别的00号还在选秀节目里 摸哈滚打高喊越努力越幸运 争取一个出道费的时候 陈飞宇已经搭上了饶雪曼进军娱乐圈了 可惜毫无水花 当刘浩然演完北爱和唐探 拿下多个最佳新人奖 才接了剧版最好的我们时 影版选角公布之后 男主被陈飞宇轻松拿下 依旧毫无水花 当胡的小明星们 则走在主旋律的康庄大道上 白昼流星 甭管有没有演技票房到手了 电视剧场更是扎堆拍 好一行淘金打火机与公主群 单改言情迷雾剧场要杀有杀 然而依旧毫无水花 好尴尬 再说陈凯歌 当年是比肩张艺谋的电影界 风云人物拍一部我一部 作品及教科书 结果最近几年上了综艺之后 尤其是演员请就位二里的 陈凯歌的各种发言 口碑那也是跳水式的下滑呀 最后呢就是大众对于明星 真的共情不起来了 从日星208万到凌晨三四点 给员工发微信 明星和打工人之间的天然隔阂 越来越大 比起月星1800 每天笑哈哈的普通人 娱乐圈艺人们一边说着高危职 一边拿着高薪酬 却连真实都做不到 只会让观众觉得悬浮又作作 有空在这儿转文 还不如好好回去打磨作品呢 说完了 阿瑟文学和其他几门 能够称得上学科的娱乐圈 明学花学有着相同的共性 表面上都是娱乐性强的 可供消费的 以传播的趣味内容 深层逻辑 都指向了大众对于明星的核心诉求 作为艺人 如果能够拿给观众的 就是这样虚伪失真的一面 那么能得到的 自然就是观众毫不留情的 嘲讽和反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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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